3月12號晚上 湖北校改映城 海山映志城小區的700名業主聚集 抗議物業和業委會 抗議聲響車夜空 海山小區因為武漢疫情 目前實施全封閉管理 居民生活日用物資 由社區組織物業實施統一代購配送服務 嚴禁他人私自售賣生活物資 有知情網友爆料說 應城海山物業聯合大潤發超市 向市民銷售高價菜 而志願者則運來平價菜銷售給市民 遭到海山物業和大潤發超市的舉報 結果志願者被警察抓捕 引發應城市民上街 圍住警察要求放人 該小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主 證實了這個說法 他提供的照片顯示 大潤發精品馬特超市提供的豬肉 每公斤71.6元人民幣 50元套餐菜包括胡蘿蔔 捲心菜 黃瓜等 匿名業主還透露 業主們買菜需要通過社交群下單 大潤發當天接單 第二天下午配送 但是數量少 而且質量差 而業主自己找的愛心菜 價格還不到套餐菜的一半 量多至高 全部成本價 最後支付2塊錢新股費而已 因此受到所有業主的歡迎 雲和不平利是大家都有意見的 不僅哪個地方都分了好多倍那個菜 你想想 大百菜平常一塊錢都不到 現在是賣3塊錢 據瞭解 被抓的成性業主 最後在業主們的強烈要求下被釋放 業主代表與官方談判 官方做出了業委會重新選舉 將物業費等讓步 但是當天晚上 英城市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官方通報 卻聲稱是業主違規 聯繫商家買菜 被小區物業阻止並報警 導致小區居民圍觀 事發後市領導趕去處置 人員隨機散去 這篇通報隨後被網友斥責造假 之前武漢的其他社區也傳出攔截愛心菜 賣高價菜的情況 這個到拖哪兒去啊 拖走拖走 拖到哪兒去 這社區都讓你買菜的 這個是業主捐住了的 這不是 我們是 攔截個大業餘 跟那個老闆說 我就是捐住人 我知道你找的這個老闆說 我把他已經買下來了 你把他買下來了 對啊 我要免費捐給業主 那個社區朋友都找到飛機了 他們黃瓜 過去買十五塊錢金 我們覺得還是買兩塊 他們都買八塊錢一根啊 有 我們也長不起來沒有人養 我們小區 幼兒園門口 十四塊錢 兩把菜大的菜 是拿著幫你來買的 你該做社區沒有多少錢 這樣的現象是普遍發生的 它反映了這個體制 它不是發治社會 是一個權力階層社會 它但凡有一點權力 就可以取為所欲為 因為生效的法律往往都成為百事 何況各種許諾 上上下下都知道當官 它不可能是為民作主 它們不用對民眾負責 它只對上級負責就行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權力從上到下 基本都是以維護政權為主 在疫情面前所做的民生措施 也是為了對外宣傳和對內穩住民心 並非真心為了百姓 尤其是中共這次藉助疫情的爆發 給中共各級機構帶來了一些附加的權力 那麼它們的貪婪殘暴就更加肆無忌憚 所以人們不斷的發現 比如說包括貪污、可扣 甚至隱瞞、銷毀、捐贈物資的這種情況 有網民透露 村幹部每天有200元補貼 再加上販賣生活物資 每天至少每人分1000元以上 如果村裡沒有出現一個疫情 它們還有額外10萬元左右的獎金 並且還能升值